对,比如说 互相配合 是,因为你如果不一致的时候 跳出来的那个音乐的节奏快慢 就会差了一点点 然后看起来就不好看 然后就会觉得两个人怎么撞来撞去 撞去 那如果照这个刘老师这样讲 两个人有这么深的默契 又不要撞来撞去 又要有能够跳的时候 要让两个人几乎水乳交融的话 那我想观众朋友大家会问一个问题 这样子会不会到最后跳出感情来了 因为在跳舞的过程中间 两个人的这种肢体的接触跟互动 是非常的重要 听下广告稍微来问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再回到123点醒报现场 今天跟各位来谈的就是运动舞蹈是如辙的吸引人 实在是太有趣了 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结束在一个很浪漫的结束上 这一节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点有趣的事 就是我发现很多跳国标舞的人几乎都是一队一队在跳 那么我记得我之前曾经访问过我们的叶秘书长 就曾经问他说你跳国标舞有没有女生喜欢你 那么因为通常都是会跳跳跳跳出感情来了 那我也知道刚刚我们已经跟各位介绍我们的叶老师 跟他太太刘美丽两个人不但是这个富唱富水应该是富唱富水 怕太太比较厉害还当了亚总的会长 那我们的这个叶先生只能当到秘书长而已 那你要不要讲一讲你的这个跳舞的历史 再加上你的罗曼史 怎么样认识太太怎么样跳舞中结缘 其实我都一直鼓励一般的观众 一般的朋友他只要他对舞蹈有兴趣的话 我都跟他讲说你们一定要学跳 夫妻一起来学 对夫妻一起来学 那如果从小一直开始的话呢 他们两个一起跳的话 他们跳到当他们长大以后 也很有可能两个人都会产生感情的 像我们现在几队国手呢 赵群伦 高嘉玲 他们是标准的国手 那么他们呢也是一队情侣 他们听说他们都已经爱情仓跑九年 准备今年要结婚了 要结婚了 那么这个彭艳明跟这个季幸奇呢 他们这次拉丁是跳第16名 那么他们也是已经跳六年了 就是认识六年了 他们也是这样爱情仓跑 所以我都一直鼓励他们说 赶快结婚赶快结婚 你们现在都已经二十五六岁了 应该要结婚了 所以这个跳舞可以找到伴侣 太棒了 我们刘老师是不是好像也是 夫妻两个人一起跳舞 是我们是一起跳舞 然后我们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 我先生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跟我跳舞 那刚开始跳的时候没有来电 这是慢慢产生的 是吗 那当初为什么会选他当你的舞伴 因为同样是对跳舞有兴趣 然后也一样的爱好 然后时间上也可以配合 因为跳舞时间上不能配合 是很难在一起跳的 然后所以说很多人说 其实要选舞伴比选老公还要困难 因为要时间配合嘛 对 那我也想问你一下 刚开始跳舞的时候 就是说好的舞伴 其实不一定是好的伴侣 原谅我这样讲 那舞伴归舞伴 伴侣归伴侣 因为他的结婚所牵涉到的问题 是很复杂 不是说只是大家跳起来很快乐 那你的感觉是什么 因为我第一次就遇到我先生 所以没有其他的比较 没有什么选择 那你觉得是舞伴又是夫妻的好处是什么 可以更方便 两个人可以更配合 那在家里的闺房之乐 夫妻的感情就是 这个高兴的时候 两个人一起在这个卧房里跳起舞来 应该很难吧 还是要穿舞衣到那个舞场 因为场地 在教室练习场地比较大 那你会不会有机会跟别人一起跳 很难 为什么 因为我们平常除了教舞 跟自己的舞伴练舞之外 没有其他的时间 没有别的时间去安排 所以你已经有固定的舞伴就很方便了 默契也会很强 那你有没有参加过比赛跟先生一起 有 有得奖 对 我从比赛的时候就开始跟先生一起跳 那我来问一下叶老师 你跟你太太的默契 他们两个人的默契怎么样 当然是全台湾最棒的 真的吗 因为他们是全国的冠军 全国的冠军 那你要不要讲讲怎么跟太太认识的 其实我是这样子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我是念淡水工工工学校 我那时候是来参加图舞社 然后后来我当了图舞社社长 我到了四年级的时候 就看上了大一的 我就是刚刚到赛孙去 她不是我们学校的 还不是你们学校 我去赛孙游泳池去那边跳拖舞 看到有一个女生好漂亮 我就想说这个女生她又是学舞蹈 然后她又是长得这么漂亮 我就想说我要来追这个女生 然后就这样一路开始追追追追追 然后就让我追上了 哇 真是的 你别有用心 那在这个跳舞的过程中 你跟太太当初从男女朋友开始 怎么样慢慢培养默契 会不会吵架 会 我们其实一般如果说在练跳的话 男女两个人几乎都是会吵架的 那她的脾气算是比较不好一点 那我的脾气算是比较好一点的 所以我都是听她的 有让她 她要跟我吵的话 我就让她骂我就好了 那我还是乖乖的一直跟她跳 等一下等一下 吵架的时候 在跳舞会不会影响默契 会啊 会啊 我曾经有一个最高纪录 最高纪录 这个秘密 如果说错的话真的是非常好笑 我们两个人吵架 但是我们那一天呢 是在中国大陆在北京比赛 那时候世界杯比赛 那次我们好像是跳第八名的 哇 我们那天下午在练舞的时候呢 她就把我一丢 就是她就不理我 不理你 不理我 就把我丢在舞池里面 天啊 叫我自己练 她都不跟我讲话 她都回到幻点里面去了 哇 这样还可以得第八名 我们都一直都没有讲话 那到了晚上开始正式比赛了 我们一直都穿好了 都没有人知道说我们不讲话 我们要出去的时候呢 我也是牵着手上的进去 完全没有讲话 到的时候比赛比完了以后呢 我们告诉大家说 我们整天呢 我们都没有讲话 没有人相信 对啊 默契那么好 是啊 还得奖 还得奖 还第八名的 非常高兴 所以有的时候 你这样讲 就让我想到说 有时候人的情感跟情绪 要超乎专业之外 因为要比赛嘛 大家就不要意气用事 对 所以还是就事论事 要表现出专业的精神 虽然没有讲话 但是我们还是 比赛比赛的表情 还是要表现出来 别人都看不出来 对啊 他们没有讲话 太有意思了 那在这一次的试运会里面 也有一些情侣党夫妻党是吗 非常多 你要不要讲一下 像这次的冠军也是吗 这次冠军他们也是情侣党 拉丁情侣党 然后那个 意大利的那个标准的呢 他们也是情侣党 那他们在去年 他们两年前到台北 有来参加过我们的那个 淡满冠总决赛 那也是 就是非常受到观众的喜爱 那么他们去年呢 转成职业的 那他们 国家的那个代表队 因为指定他们 一定要来参加比赛 都是为了要夺金牌 所以他们意大利 就把这一对职业的呢 再把他送到台湾来参加 我们的那个 事业运动会的比赛 那么他们也是不负众望的 又为他们的那个 这个意大利 争取了一面金牌 哦 那有没有不是情侣党呢 也有啊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就是 要抛弃别子啊 跟这些 就是来去外面比赛的话 就另一半就不在身边 不不不不 倒不是这样 他们 如果说不是情侣党的话 比如说 我们去年 我们有一对那个 拉丁的冠军 那他在黑池 他比完了以后呢 他的舞伴跟他讲说 他再也不跟他跳了 啊 为什么 他们就分开了 他本来是情侣哦 结果因为 这个女生呢 有另外一个 男朋友 男朋友在追他 然后他的情侣 他就觉得说 他应该要去跟 另外的那一对男生 跳 在一起 结果这个男生 他也是非常伤心 因为他好不容易 保持事业冠军 保持了一两年的时间 舞伴不见了 对 舞伴不见了 就是人生最大的悲惧 对 所以我们在问他的时候 当他 他那天比赛 在黑池比赛 因为在黑池 要能够拿到冠军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他比赛冠军呢 在黑池 在黑池 英国黑池 但是固定每年五月份的时候 那么第二天呢 我问他说 那你舞伴怎么办呢 他说他只好继续再去寻找 他非常伤心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他失去的这个舞伴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伤心 没错 真的因为要找一个好舞伴 你说去找老公都还难 是 那有没有人 就是说 他自己跳得很好 可是他老公不跳舞 有 或他老婆不跳舞 有 那这种也蛮悲哀的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那会不会觉得很孤单 嗯 我可以看得到 我可以看得到